自然,这些成员成团后的活动很多,稍微对得起为他们嗷嗷打头的咱们,哈哈,但这毕竟是限定团,毕竟偶像团体选秀的红利才刚刚开始,怎么可能放弃? 因而到了时间后的火箭少女101,自然也解散自由发展,有了成团后的风光,就能感受到现在他们的落寞,鸭米,赖美云,紫宁,李子婷他们,我只能反胃一句,你们能看到他们参加什么活动吗? 不过,徐梦杰去年演了暗格的秘密,还算有点活动吧,而那些成员们,现在又是如何呢?你那么喜欢,那么有才华却怀才不遇的小哥哥,小姐姐又是谁呢? horns 跟你说,吠嘴白儿